然后我们拿到培纸过来之后,我们现在来调节压盖机 然后我们先调节它的那个关度,刚刚的位置 然后差不多有点天气,可以过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过来这边,我们可以先手动撕一下拿过来 这里太紧我们先把它扭收 我们扭又是松,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好,扭又是松,就算是松 然后我们把电子拿过来,先试一下 让它好,就在那个顶口 然后这样滑过来 大概差不多这样,自己放到盖子 如果我要调节,要怎么调? 如果调节的话,就调节它的高度 我们就扭这几个螺丝,把它扭松,然后这样上下几栋 把它扭松,然后上下几栋 然后,调好这个呢?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两个子再锁紧 然后过来,把它压紧 一直针是流顶的 然后连子动不了,然后连子动不了,大概很紧就行了 然后我们这里是压开,我们过来 然后它这里太低了是吧? 然后我们就调节它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呢,我们先把这个轮捕鱼上 然后这里流 控制针是流上 然后大概这个位置可以过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压紧一点,再领下去 好,大概这样,把它压紧 通不了,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轮捕鱼上 然后这个纯送带的速度要怎么样? 纯送带的速度呢,我们就调那边两个还有这边两个 这两个呢,是控制这两个轮动带 然后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这两个的话就是这两个轮动带 看一下 我们可以调一下 这个是上面的 然后这个是下面的 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速度要怎么调? 速度的话我们就有这里 瞬时针是很快的 这个是上面的,你看快的是吧 慢一点 你慢一点 这边也是一样,瞬时针是快的 好,这样,你只能是吗 好,可以 一般我们这个速度有什么就是要注意的吗? 一般这个速度呢,我们就最好就两个就差不多 我们把这个 有个指针,把他们两个都调到一样的 然后这个指导师的话,然后这边也指导师 ok,好,可以,这个就调好了 chap, Влад 好,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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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